古艾琳无异于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,滑雪冠军,斯坦福学霸,时尚模特儿,一个极重落成就运生天才少女却只有19岁。 2月8号在完成最后一跳之前,古艾琳已经锁定降牌,连解说都表示大跳台是她最不擅长的桑母,表现已经接近完美,与其增加难度完成一个未知风险,还不如防止手伤或接下来两个桑母保留体力。 但古艾琳用实际行动告诉众人格局小了。 第三跳是,古艾琳选择打破自己的界限挑战的最高难度,振华左转1620米,这个古艾琳从来没有做过大招。 当古艾琳完美完成的那一刻,全世界都沸腾了,相关话题迅速霸占微博热搜,一度将微博几档崩溃。 就连奥委会主席巴赫都坐不住了,亲自站起来恭喜古艾琳夺冠。 之后央视更是给足古艾琳排面,不仅在新闻联播中进行长达一分半的直播, 央五央六等众多官媒也开始直播古艾琳相关采访以及纪录片,为古艾琳的夺冠进行庆贺。 不过在国内狂欢事,古艾琳却遭到了美国媒体刁难,很多网友开始纷纷骂骂她,但对此古艾琳并没有太在意。 她表示自己并不能做到让每个人喜欢,但自己夺冠的喜悦对方可能是体会不到了。 这话怼得真的是令人极度舒适。 其实早在2019年,古艾琳选择抛弃美国及加入中国即时就曾遭到外媒的指责。 新闻播报中,主持人一脸愤怒地说古艾琳忘恩负义,直言其背叛了美国。 在他们看来,没有美国,古艾琳取得不了这么多成就,也只有美国可以担负如此优秀的运动员。 在主持人的挑拨下,不少民众将古艾琳视为叛逆的小孩,甚至有人质问是不是为了钱。 不过与美国的一份填衣不同,我们国家可谓是其乐融融。 天才少女重回祖国怀抱,怎么国家华盛领域就有机会破冰了。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。 在加入到中国国籍还不到半年的时间,古艾琳就为中国对异局斩获了七美金牌,也为中国滑雪界带来了新的希望。 那么这个被大家称作天才少女的滑雪天才实力有多强呢? 反看她的履历就能明白,人与人的差距有时候就是这么大。 古艾琳的人生就像是一路开挂的爽文大女主。 2003年出生在了美国旧金山,母亲古艾来自中国,是个弟弟当多的北京人,父亲是一位美国人。 或许古艾琳的优秀离不开她的家庭教育吧。 外婆毕业于上海教大,是女男名教。 外公毕业于北京大学,是优秀足球运动员。 爷爷是斯坦福大学,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学后来到斯坦福大学攻读MBA,同时还曾是北大速华队队员。 古艾琳三岁时就跟着母亲出现在滑雪场,而她在滑雪上的天赋很快便显入无意。 于是,古艾选择让女儿接受专业训练。 9岁查连全美滑雪上二组冠军,14岁她就已经拿到了50块金牌9个全美冠军。 而在运动上极富天赋的古艾琳学士成绩也没辣散。 美国斯坦福满分1600,古艾琳考虑1580本,同时她还会钢琴、芭蕾、马术、篮球等。 因为喜欢跑步还差点成田机运动员。 也难怪网友们纷纷感叹上帝为她关了哪一扇床。 除此之外,因为她优秀的履历,让众多大牌纷纷选择与其合作。 18岁拼美世界超模拿下LV大牌代言,19岁狂来20家大牌设施代言,是唯一一个走在时尚界的奥斯卡。 Madegala有红毯的中国级运动员。 古艾琳的时尚资源有多优秀,随着越来越多明星塌房的事件发生,体育明星的上一家只渐渐显露出来了。 他们的表现力和人气丝毫不熟一线明星,所以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吸纳体育键而作为代言人。 古艾琳就是沉着巨股东风的运动员。 更何况它有着优秀履历和娇好的容貌,而且由于是中美混血,这种国际范儿的面孔也被外国时尚圈锁青来,各种时尚大牌杂志上了个遍。 珠宝品牌Tiffning更是与古艾琳达成深度合作,同时它是中国移动,中国银行的行乡代言人。 据统计,古艾琳代言数量高达25家,这数量比一线娱乐明星代言的都多,其中包括凯迪拉克,亚世兰黛,路易威登,摩妞等等。 设计的行业包揽了护肤品,饮料,汽车,奢侈品,各行各业,而这些代言的产品销量也十分惊人。 热心咖啡古艾琳推荐款处于受薪状态,不少人职户排队人态度根本点不到。 除此之外,在各大电商平台中,古艾琳限定款产品也收获了百万级销量, 其中售价599元的古艾琳签名首半在短时间内被一抢而空,其热度堪比冰沉沉。 曾有媒体公开报道,在2021年前,古艾琳的代言费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, 如今代言费预计价值超2亿人民币,而且这还不止, 如果接下来的比赛中古艾琳再次获得金牌,让她的代言费又会上升一个高度了。 在为古艾琳的商业价值折服的同时,也不得不感参这些品牌真的是压对宝了。 对此,大家是怎么看的呢?欢迎留言讨论。